泰式的海鲜面 东西料非常的多 高等级的中药材 好熬煮出来 排骨超象征的 这跟昏食一模一样 节目开始之前呢 记得先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节目开始 嘿 我现在在东湖这边 就在东湖国小旁边听说 有一家很好吃的素食餐厅 而且听我们住在附近的 摄影柱里说呢 这一家是他这附近 吃到最好吃的素食餐厅 听到这句话 是不是眼睛都亮了起来了 赶快跟着我一起进去吃看看吧 走 嗨 你好 你好 先 好 先消毒一下 对对对 好 这是我们的菜单 看一下 然后我们比较推荐的是 我们的饭类的话 我们是建议可以吃排骨饭 铁路豬排便搭 铁路豬排便搭 之前都很好吃 对 然后面类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推荐那个 泰式海鲜面 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 在东南亚在国一阵子 所以我对于这个泰式的口味 比较可以拿捏长头这样子 有三颗星星的 我也觉得蛮有兴趣的 麻辣臭豆腐面 那感觉也很厉害喔 它是属于成都那边四川口味的 因为我们家 外公司做中药房的 所以我们把家里中药的那个带进来 所以我要来一份 OK 那老板你本期也是吃素吗 对 我吃素20年了 20年了 本身就很年轻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吃素了 这么早 对 因为我们要接触那个动物解剖 是 然后刚好那时候又遇到口蹄疫的关系 所以我可能对于这个杀生啊 或者是那种血肉的东西 就有一点排斥 是不是 所以大家可以要 对 要补生 然后爱不必求 对对对 其实有很多的好处 对对对 好 老板你先帮我们准备这三道菜 OK 好 没问题 稍作一下 等一下出来信吃 好 谢谢 OK 终于可以开吃了 这真的每一样看起来都非常好吃 而且刚刚上菜的时候 我已经闻到那个味道 我就迫不及待 泰式的海鲜面 东西料非常的多 先喝看一口汤 因为汤其实就是主角 这个汤 它其实是算比较清爽一点的 有那种刷处 还可以再来一口的感觉 这真的很好吃 很开胃耶 而且它那个香茅味 还有柠檬叶的味道 这整体这样加在一起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来配一口面喔 我觉得这个面应该也有挑过 跟这个汤好搭喔 东南亚口味 咬到了那个花生 原来它们可以这么的搭啊 这口味大家一定要来试 第二味 就是我们的臭豆腐面 我觉得这个臭豆腐的味道呢 就是有多了一个那个中药材的味道 就像刚刚老板在前面有说 他的外公 他就是有用到他们家那边的 高等级的中药材 然后熬煮出来 这个汤很香 我们也来喝一口汤 这个汤 红烧味 然后再加中药味 这也是超好吃的 来吃一个 臭豆腐 臭豆腐也是老板自己去做的 它跟外面一般的臭豆腐不太一样耶 因为外面的臭豆腐它通常都是 有很多毛细口的 然后可能汤汁会在里面 但是它这个吃起来硬一些的豆腐 但是一样 可以吸饱汤汁 所以你咬进去的时候呢 所有的汤汁 就会在你口中爆发 真的是这样 太好吃了 我觉得主軸就是那个花椒味 好香喔 听老板说好像是用 比较高等级的梅花花椒 然后它的辣度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可以跟老板说一下 最后一个 排骨超像蒸的 这跟温席一年一样 而且你看看 它这个排 我先 这是四分之一而已喔 它的大小 很厉害啊 这怎么做的 这个 跟蒸的排骨 大概八一七八小 它旁边还有非常多的配菜 是老板每天早上 他去菜市场买的菜 最新鲜的 他就是做给你吃 这酸菜跟排骨好搭喔 断片 好好吃 不需此行 这个大家一定要来试试看看 对于素食改观 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好 这家店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它跟慈善人士呢 合作 待用餐 你只要来这边呢 用一个 偷官秘语 做一个 手势 你就会 供你一餐 非常的有大爱 而且是 推广素食的同时呢 它还可以帮助到人 我给它 它开始了 非常的推荐大家 来这边试试看看咯